这是一部极其真实接地气的电影 是那样的扎心 又是那样的让人痛惜 生活不易 但活着比死亡更需要勇气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武汉 李宝丽从小在城里长大 小学毕业 但人很漂亮 她性格强势 固执又骄傲 宝丽的丈夫马学武 出身农村 有文化 但性格软弱 是国营工厂的厂办主任 两人还有一个儿子小宝 最近学武单位分房子 一家人也有了新着落 搬家这天 学武在楼上收拾着东西 却听见妻子宝丽与搬家工人吵了起来 原来互通太窄 汽车进不来 工人便要涨价 学武站在阳台上看着 宝丽回头一瞧 特别吓得赶紧缩回了脖子 搬完家 学武拿出了香烟分给工人们 还让儿子小宝去买点水给大家解解客 宝丽一看便冲出来赤马道 我出钱他们做事天经地义 刚才坐地涨价你不吭声 现在跑出来搞招待 真是贱 学武并未出言 只是落寞地搂住了小宝 临走时工人对学武说 我们虽然干粗活 但家里老婆还挺贤惠的 那过得比你舒服多了 我看得出来 你大小也是个干部 但你被这样一个女人管一辈子 真的挺可怜的 学武无从辩驳 只好无言 晚餐时分 宝丽举杯请喝乔千之喜 学武并不搭茶 只是阴沉着脸喝着闷酒 睡觉时 宝丽哼着小曲 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学武呆坐在床头 思考良久之后 却提出了离婚 接着便拿起枕头去了客厅 宝丽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话 呆坐在了床头 几天后 宝丽的好友小景 找到了一只消沉的宝丽 两人来到茶楼 宝丽嫌弃茶水太贵 又发起了火 小景拦住了他 取下眼镜 露出青子的眼眶 诉说着自己家里的烦心事 没说两句 却见宝丽突然哭了起来 小景的询问下 宝丽说出了学武要和他离婚的事情 小景很是诧异 在小景的眼中 学武老实懦弱 根本不像一个改替离婚的人 宝丽也认定 软弱的学武不敢怎样 耗着耗着也许就过去了 随后小景开导他 男人嘛 想办法把他伸在身边就行了 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可怜 经过好友的安慰 宝丽再次振奋了起来 他将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 便接着去上班 李宝丽在批发市场 帮名人卖袜子 他性格火热 人也漂亮 和这里的混混头子渐渐 关系很好 在他的帮助下 便当工合扫 也从不用交保护费 另一边 学武因为工作 需要找了两个同事 帮忙整理文件 随后晚上请客吃饭时 他侃侃而谈 年轻漂亮的同事周芬 也不断迎合着他 学武也更是显得意气风发 下班后 鲍利便做了一大桌子菜 一直等着丈夫 看见学武回来 他殷勤的便要帮丈夫脱袜子 学武却一言不发避开了他 鲍利见词 便给儿子小宝使了个眼色 小宝就一边哭着 一边劝学武 别再生鲍利的气了 学武暗暗生气 鲍利将孩子扯了进来 便走进了卫生间 接着便听见鲍利 一边刷着茶杯 一边斥骂着儿子 学武静静听着 心中也是更加失望 这天 学武又在工厂 遇见了同事周芬 周芬见了他 便祝他生日快乐 学武暗自惊讶 周芬竟然知道他的生日 坐在办公室里 一阵沉思后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鲍利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丈夫称自己晚上要接待领导 就不回家吃饭了 电话挂断 鲍利眉头一皱 便凭直觉查出了问题 学武往回家 从来就不打电话报备 今天竟然这么早打到店里 说晚上不回来吃饭 他安排了儿子后 便来到学武工作的厂门口等着 看见学武出来后 他赶忙跟了上去 跟踪一阵后 他看到了一起买着水果的周芬与学武 随后两人谈笑着 走进了一家宾馆 目睹这一切的鲍利 一瞬间心如死灰 瘫坐在了地面上 然而悲伤并不能解决问题 坚强的鲍利决定去确认一下 他略是手段 便从老板口中套出了房间号 昏暗狭小的楼道内 喘息声一阵高过一阵 鲍利怒火万丈 拿起灭火器便准备破门而入 就在这时 一对母子从楼道走过 听着他们的对话 想到了自己的儿子 鲍利还是放下了灭火器 但一贯强势的宝利 怎么可能吞下这股屈辱 接着他便来到电话亭 相派出所举报 两人正在非法交易 他揽下一辆出租车 痛哭流涕地回了家 这天晚上 他以夜为眠 天色微亮时 电话响起 他来到工厂 见到了满脸愧疚的学武 宝利出人意料的瓶颈 他大度从容地接回了学武 日子就这样过了下去 但破镜难远 偏接完好的镜子 始终还是存在着裂缝 晚饭时 小景前来他家做客 吃着饭 宝利当着众人的面 对丈夫冷嘲热讽 学武戴罪之身 不敢还口 小宝和爸爸亲戒 拉着学武离开了餐桌 小景看不下去了 说学武好歹回来了 你这样有点过分了 宝利随即说出了 报警举报学武的事情 小景听后指责宝利 应该早点好好对待丈夫 耍这种手段 留不住男人的心 我老娘去世的时候 她跪在地上 保证会一辈子好好照顾我 我家里条件虽然不好 但是凭我的长相 追我的人也不少 我选她个乡下人 是她的福气 她凭什么不好好对我 还要我好好对她 小景劝告她 不能抱有这种想法 都成了一家人 还乡下人乡下人 学武都是被你逼的 宝利怒不可遏 反驳了小景 这天 学武自作主张 将乡下的老娘 接到了家中 而宝利见到婆婆 却甩着脸 也不多搭话 回到家 便将学武喊进了房间 宝利表示 房子太小 自己不管 学武坚持 房子是厂里分给自己的 他管不着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屋外的婆婆 听见了两人的对话 不忍破坏儿子的生活 便不辞而变 躲在角落里 掩面哭泣 学武慌忙下楼 却没有找到母亲 还好小宝发现了奶奶 抱住了她 宝利只好为老人家 安排床铺 而学武至此 也终于心灰意冷 他再次找到了周芬 约他出来吃饭 学武表达了自己的愧疚 并接着说 自己喜欢上了他 然而这时 学武已经因为 上次的事情 重新回了车间 周芬也改变了想法 便拒绝了他 学武灰心丧气地 回到车间 厂长却告诉他 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他被列入了 第一批下岗人员名单 学武似乎被 这连续的遭遇打垮了 他像丢了魂一样 漫无目的地离开了 不久后 宝利被厂长 叫到了上次那间办公室 他淡定地看着警察询问 是不是马学武又犯事了 然而常障与民警 毁避着他的眼神 一阵沉默后 民警将学武的钱包递了过来 待他确认后 民警告诉他 学武跳桥自杀了 接着又递给了他一封遗书 遗书中提到了 学武的老娘与小宝 他翻了翻 却发现没有提到自己一个字 出币那天 学武的老娘哭得昏天暗地 小宝认为是宝利害死了学武 撕打着他 宝利没有哭 他只是坚强地站着 他不明白 明明刚搬进新家 生活有了起色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小警说 他第一次去宝利的新屋 就觉得房子有问题 七八条路从你家楼下扎过去 这在风水上 就叫做万箭穿新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不好 宝利不信这个 奶奶小宝都得他罩着 要他说 这是万丈光芒 宝利是个坚强的女人 他下定决心 要维护好这个家 他回家 数了数家中的余钱 宝利决定辞去工作 随之河嫂挑扁蛋 挑扁蛋虽然辛苦 但只要做事情快 一个月起码要赚一两千块 他起早贪黑的卖体力 小警心疼他 可他倒是不在意 他是个卖菜人家的姑娘 不交情 他将钱全部交给了婆婆 叮嘱他 照顾好小宝的生活和学习 小宝非但不领情 还将学武的遗诏 放在他的床上 以此来宣写自己心中的恨意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宝利不负从前的美丽 花白了头发 勾搂着双肩 皮肤晒得又黑 但他的扁蛋 却是挑得越来越熟练 小宝也即将高考 他很争气 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 这也是他努力工作 生活的最大动力 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 宝利也更加关心儿子的学习情况 然而是几年来 宝利只会以作业多不多 完美完成 来表达自己的关爱 小宝早已烦躁 宝利只好灰溜溜地关上了门 看到宝利离开 小宝拉开抽屉 从一本书里取出一张照片 正是周分的证件照 一次宝利送完货物 遇见了健健 健健此前 与人打架斗殴 被派出所抓到 判了十几年 此时刚刚出狱 许久未见 健健顺路送了他一程 原来出狱后 他便搞了个面包车 准备搞物流 回到家晚上吃饭时 他对婆婆说 和嫂家里出了点事 他想先借婆婆一千块 奶奶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递给了他 随后对他说 小宝也成年了 你守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以后你要想再找个人也行 不过要把房产 过户到小宝的名下 宝利听后没说什么 只是收拾碗筷去了厨房 随后宝利找到了和嫂 将钱递给了他 出门时再次遇到了健健 健健便又开车 送宝利回去 半路却突然将车 开到一个PMP的停车场 然后便开始对宝利动手动脚 宝利半退半就之下 两人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 健健找到了宝利 看样子 他想对宝利负责 但宝利却骂走了他 健健也因此 对小宝有了些情绪 小宝这两天就要高考 宝利请假在家 想给小宝做点好吃的 但婆婆却对他说 小宝看你一直在家 睡都睡不好 你要不还是出去吧 宝利为了儿子 拿着扁蛋便出了门 宝利来到市场 却听人说 健健喝醉酒摔伤了 正从没地方可去的宝利 便来到了健健家 晚上 宝利正为健健擦着身子 小宝却找了上来 说奶奶病了 看见这一幕 小宝骂了句 不要脸 健健一听 火气便涌了上来 摁着小宝便打了起来 宝利劝阻不下 又见小宝被摁在地上 拿起啤酒瓶 便摔在了健健头上 这时 健健的手下抄家伙赶到 宝利将儿子护在身后 向健健求情 健健放走了两人 回去的路上 宝利一边为小宝打着伞 一边说着小宝对不起 对不起小宝 而小宝只是闷着头往前走 后来宝利找到健健 要赔偿他的医药费 健健却说 宝利也赔了他 他也不吃亏 总不能让宝利倒贴钱呀 听到这句话 宝利真是悲伤至极 然而健健看着痛哭的宝利 真是说着 一笔买卖 你别哭呀 别装得跟很有感情一样 宝利也像是迷雾了 拿起扁担就离开了 小宝不负众望 考了个状元 晚上三人在家庆祝 饭桌上宝利也欢欣鼓舞 小宝却面无表情 接着他拿出了父亲的遗罩 放在了椅子上 举起酒杯先敬了父亲一杯 第二杯又敬了奶奶 宝利说第三杯自己要敬雪舞 小宝却突然开口 指责宝利没有资格敬酒 他端起酒杯对宝利说 喝完这杯酒 我们就解除木子关系 都是你害死了父亲 现在我终于长大了 我不要你的钱 也不要你管 你搬出去住 让奶奶住 宝利一瞬间心如死灰 犹如万箭穿心 他辛苦奔波这么多年养大的儿子 竟然处心积虑地要赶他出门 宝利依然坚强 他不服输 他约着小宝到了屋顶天台 宝利见到小宝便是一巴掌 怒斥他是个白眼狼 并表示他问过律师 小宝怎样都要抚养他 他们是亲母子 不要再争吵了 他的声音越说越颤抖 到了最后甚至是哀求 然而小宝却不为所动 这是拿出了周分的照片 说这是在父亲的书里面找到的 学武知道宝利不看书 放这里他便找不到 宝利突然暴怒 让小宝将照片拿走 小宝并不理会 只是自顾自地说着 原来小宝一直都想知道父亲的死因 翻到这张照片后 他便去找到了周分 从周分那里得知 学武生前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 周分告诉了学武 举报电话是一个女人打的 他怀疑就是宝利包的警 随后学武便去了旅馆询问 确认了举报电话就是宝利打的 他认定就是宝利毁了父亲的人生 还装成原谅他包容他的好人 而得知真相的宝利也怅然若是 他嘴唇哆嗦着 哭着跑到了江边 小宝回到了家 奶奶劝他应该对宝利好一点 不管怎样 那也是你的母亲 你快去找找他 小宝不愿去找 奶奶只好起身说自己去找 小宝只好拦住了要出门的奶奶 说我会去找 但别的事情你就不要劝我了 宝利坐在江边呆呆地望着水面 梦然间夜空中生起了灿烂的烟花 一群刚毕业的孩子在此庆祝 随后一个小孩请宝利帮他们拍照 宝利看着这些孩子 脸上灿烂天真的笑容 他突然顿悟了 他的孩子从来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笑过 就像心里压了块石头似的 不像个孩子 这十年对儿子来说 又何尝不是万箭穿心呢 随后宝利便回家开始收拾行李 他将房产证交给了奶奶 让小宝有时间就去办过户手续 将从前的结婚照放进包里 他对于婆婆说 如果他的离开 能让小宝过得像同龄人那般轻松 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婆婆不停地安慰着他 在他临出门时 问他是否还有什么话带给小宝 宝利想了想 微微摇了摇头便出了门 楼下渐渐正在等他 渐渐嬉皮笑脸地向他道歉 表示自己就是嘴贱 宝利警告他自己命不好 他现在正站在一万根穿心剑前 别往他身边靠 渐渐无所谓得到 自己不怕 都是过了大半辈子的人了 谁也不比谁强多少 他根本不怕 宝利看了一眼老房子 便坐上了渐渐的车 小宝坐在一边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他并没有说一句话 车开出两步便熄了火 宝利下来踢了一脚车轮 坐到车后面推起来 车开动 他也离开了 《万件穿心》上映于2012年 根据方方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片子里每个人都有性格上的缺陷 和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实际上人不就是这样 他们各种看似其实荒诞的选择 共同促使了这个家庭的悲剧 学武和宝利共同生活在一起 却并没有互相谦让与沟通 只是以各种极端方式相处 甚至将自己的儿子牵扯了进来 他们各种看似其实荒诞的选择 共同促使了这个家庭的悲剧 这部影片又是如此的真实 这样的事情常常出现在现实中 但生活就像结局那辆车 虽然偶尔会熄火 但是推一推还可以继续走 不管万件穿心还是万丈光芒 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